一阵法界与极乐世界的差别 有何差别 是因法院不同吗 如果就 诸法摄像来说呢 没有差别 那有差别呢 有差别是众生心不一样 那就有差别 所以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所以差别不在一阵法界 差别是在你的分别之处 你有分别执着 他也有分别执着 你们两个分别执着不一样 就统统有差别 所以差别是自己造成的 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可没有差别 为什么知道没有差别 华阴金 如果诸位要听得这么久了 你就应该明了 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那哪有差别 没有差别吗 没有差别为什么会生起差别呢 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产生的差别 这个差别就太大了 无量无边啊 可是所有一些差别 你要记住 妄想 全是妄想 妄想不是事实 妄想不是真的 所以真的没有差别 假的有差别 那你何必把假的放在心上呢 你就错了 这个错误会障碍你 修行 会障碍你正苦 会障碍你开悟 你为什么不把他放下呢 佛跟我们讲 讲到究竟处 你看 你放下一切执着 就是佛经上讲的阿罗汉果 你就真的了 你再放下分别呢 你就是菩萨了 妄想放下了 那你就回到佛 佛果了 你本来就是佛 现在还是佛 现在就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糊涂佛 就这么回事 去掉就是真佛 这个同跟不同 是一不稍二 这入波尔法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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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